本期为你解读的是罗素的权利论 这本书的中文版有18万字 我会用大约23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华 权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那到底是什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呢 在权利论中罗素提出 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人们对权利的追逐 整部世界史就是一小群人或某些社会组织不断获取权利 然后用权利来支配世界上其他人的历史 权利的主要表现形式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比如在古代西方社会 王权和教权是最有影响力的权利 但是在今天掌握经济大权或者舆论权的人则更有影响力 罗素的观点可是和传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大相径听 在他们看来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关于这个区别以及产生区别的原因 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解释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罗素这个人 他可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之所以用了思想家这样一个非常笼统的称呼 是因为罗素本身的研究横垮了多个学科 难以为简单分类 比如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哲学家 因为他写出了西方哲学史这本经典书 现在呢这本书成为了学习西方哲学的必读书之一 但实际上罗素在数学和逻辑学上的成就可能更大 他和自己的老师怀特海和写的数学原理一书 对二十世纪的数学和逻辑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因此甚至被称为亚历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逻辑学家 除此之外呢 他还对人类的伦理和道德非常感兴趣 写作了《婚姻与道德》一书 在婚姻和性观念上都提出了许多前卫的观念 最终还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了历史上少数几个 不是因为文学作品而获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罗素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现在我们就进入本期的主要内容 内容一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从罗素创作权力论的时代背景出发 分析罗素为什么如此强调权力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分析权力是如何分配的 也就是领袖和追随者具体是怎么产生的 第三部分 书里权力的具体表现形态 是怎样随着历史而变化呢 先看第一部分 权力论的创作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罗素在权力论中的观点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本书的相关背景 权力论写作于二战前夕 这个时候呢 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而在欧洲 法西斯两大巨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 已经结成了联盟 吞并欧洲的野心也越来越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 笼罩在了每一个人头上 而罗素作为一个反战主义者 他始终在考虑的是 是为什么会有人发动战争 为什么有一些人也愿意跟随并加入战争 在经历了一战 并眼看另外一场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时候 罗素终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权力 在他看来 正是对权力的追求 促使希特勒 莫索里尼这些人发动战争 同样也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望 士兵才会前赴后继地加入战争 沿着这个思路 罗素进一步得出了一个 更加令人吃惊的结论 那就是一切社会活动 包括战争在内 主要的根源都是对权力的渴望 换句话说 对权力的追求 是所有社会活动的核心动力 不管是政治活动 还是军事经济活动 在罗素看来 对权力的追求 是人最核心的欲望之一 与生存繁殖一样 是人类的本能 正是在这个本能的驱动之下 人才会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因此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运转 我们之所以说这个观点令人吃惊 那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 经济上的利己主义 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比如我们以往在分析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都主要从经济方面分析原因 认为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侵略扩张本性 带来了列国之间的冲突 但是罗素却抛开经济因素 或者政治制度等一切外在的层面 回到了个体的内心诉求上来 明确指出 正是对权力的渴望 才促使他们投入到厮杀之中 为了反驳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 罗素提出 经济上的需求是很容易满足的 而权力欲望却不容易满足 换句话说吧 就是人在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之后 会追求更深层次的 更有诱惑力的权力 只有这种不容易满足的欲望 才更有蛊惑人心的力量 而且更主要的是 有些行为看似是经济需求 实际上是权力欲在作祟 比如 有些人会买高档首饰 买奢侈品 这好像是一种经济行为 但实际上呢 这些人是想通过奢侈品 来体现自己高人一等 想获得一种优越感 这种想要比别人强 甚至凌驾他人之上的欲望 就是权力欲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罗素认为 对比经济需求 权力欲 更能有效地解释 人的各种社会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 罗素的这种分析 带有明显的心理学色彩 这来自于他一贯的学术主张 那就是研究人性 罗素有个著名的观点 那就是所谓历史 就是人性发展史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 因此呢我们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在分析战争等人类活动的时候 他更愿意从本能 欲望等角度去探讨 而不是经济或者政治制度 所以站在今天的角度 分辨罗素和正统经济学家的对错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他们出发的角度 本来就不一样 对我们来说 有意义的是又学到了一个分析社会现象的新角度 好了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这部分主要是从权利论的创作背景来分析 罗素为什么如此强调权利欲的重要性 当时正是二战前夕 作为一个反战人士 罗素一直在思考战争的根源 他最终追溯到人的权利欲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 认为对权利的追求 才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 这个观点 与以往的经济学家大不一样 既然权利如此重要 那么权利在人群中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或者换句话说 什么样的人会获得权利成为领袖 而什么样的人会成为追随者 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罗素说权利的分配是必然的事情 因为在一个社会中 必然是有人当领导者 有人则只能成为追随者 这是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当官吗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领袖 什么样的人则会成为追随者呢 在权利论中 罗素详细地分析了 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 首先是拥有强烈的权利欲 通俗来说 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人 罗素说这些人亦正亦邪 所谓的邪 倒不一定是邪恶的意思 而是指从来不满足于现状 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权利 该有一个限度 这种性格在历史上那些征服者身上很常见 比如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 凯撒 拿破仑 还比如中国的秦始皇 汉武帝等等 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呢 就是永不满足 渴望得到更大的权利 征服更广大的领土 成为领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 拥有无与伦比的自信心 注意 这里说的是无与伦比哈 一定要是超出常人的自信 因为只有这样的自信 才会让领袖在征服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勇气 罗素重点分析了这种自信心的来源 一种是来自于身份和家事 比如那些贵族 贵族为什么更容易成为领袖呢 罗素以英国女王为例 说 这样的人 来自于豪门大族 看过自己的祖辈是如何发号施令的 因此知道运用权利的感觉 这种家族传统会给他们强烈的自信心 除了家事 信心还可以来自已有的成功经验 罗素列举了拿破仑的例子 拿破仑虽然没有很好的家族传统 但是呢 因为在奋斗的过程中 有过胜利的经验 他会在别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这种经验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并让他相信自己 接下来还会继续取得胜利 罗素称这一类人是冒险家 自信心还会来自于信仰 这个信仰说的不一定是宗教信仰 政治信仰也可以 他说信仰会让这些人觉得 自己是被上天选中的天之骄子 命中注定要去做伟大的事业了 这会给他们非常强烈的自信心 在今天社会 乔布斯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人一生都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去改变世界 他也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除了强烈的权力与自信心以外 罗素认为领袖一般还拥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能力 那就是操纵大众 让人跟随和服从的能力 具体来说就是操控追随者的情绪 那么领袖一般是怎么操控追随者的情绪的呢 这里普遍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制造假想敌并夸大敌人的厉害 这样会让追随者感到恐惧 一旦他们感到恐惧 就会不由自主地渴望得到拯救 就需要英雄和领袖了 这是领袖产生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候大多是乱世 这就是因为乱世之中 一般人渴望被人拯救和领导 第二步是夸大敌人的邪恶 激发起追随者的仇恨 这会让追随者产生斗志 才愿意跟随领袖去从事某项事业 不管是创业也好 还是打仗也好 乔布斯就非常擅长这一点 他会跟苹果的员工强调 苹果电脑就是为了打败 极权政府对人类思想的控制 在成功激发起追随者的仇恨和斗志之后 最后一步就是让追随者看到希望 只有让他们看到获胜的希望 追随者才会更加信赖领袖 也才会更加有干劲 凯撒大帝就非常擅长这一点 每次战前演讲 他都会跟士兵们回顾 以往他带着大家取胜的光辉业绩 这样士兵们就会充满希望 以至于摩拳擦掌 以上就是领袖一般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内容有点多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领袖需要有强烈的权力于 无与伦比的自信心 和操纵大众的能力 在这里呢 我们着重讲了一下 领袖怎么操纵大众 可以归为三个关键词 那就是恐惧 仇恨和希望 在分析完领袖之后 罗素接着分析了追随者的情况 在他看来 追随者并不是天生就愿意被领导 他们也一样渴望获得权利 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追随者呢 罗素详细分析了追随者的各种心理动机 首先是追随者一般在能力上相对弱小 所以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单独获得权利 只好寄希望于领袖 一旦帮助领袖获得权利 追随者自然也能分一杯羹 获得二手权利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投机心理 接下来 追随者还渴望获得安全感 具体来说呢 就是通过跟随一个强大的领袖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 这会让追随者们获得一种安全感 这乍听起来好像有点古怪 那实际上很容易理解 一个相对弱小的人 要为自己的行为或者未来负责的话 他会感到焦虑或者恐惧 但是呢 现在他把自己的未来 甚至生死都托付给他人 尤其是一个他认为强大的人的时候 这样他就不用为自己负责了 就感觉踏实了 不过这个时候问题也来了 他如果把自己都托付给领袖了 那他怎么获得权利啊 这就涉及到一种更加隐秘的心理 移情作用 具体来说呢 就是只要领袖获得了权利 他也感觉自己获得了权利 他既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领袖 又会在心里深处 把领袖的一切成功都当上自己的 关于这个安全感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 那就是追随者不仅从领袖身上得到安全感 还会因为跟其他追随者在一起而感到安心 对于这点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 在乌合之众里的想法 就和罗素的想法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就是 一旦一个弱小的人身在一个集体之中 就会被集体的激情和信仰所鼓励 感到有同伴了 然后一起再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因此就会感到安全 好了 以上就是罗素对权利分配的分析 在他看来呢 权利分配既是社会需要 也符合不同人的心理诉求 因为有些人适合当领袖 而有些人则甘愿跟随 领袖一般具有几个重要的条件和特质 比如野心勃勃 历史上那些征服者大都是如此 然后 然后还拥有超乎寻常的自信心 信心一般来自于家族传统 已有的成功经验 还有信仰 最后 领导者还善于操控追随者的情绪 而追随者之所以愿意听从某个领袖 也有深层的心理动机 比如 想通过领袖获得二手权利 还比如 通过把自己托付给领袖而获得安全感 我们现在分析了权利的重要性 以及具体的分配 那么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也就是说 权利具体是怎么体现 怎么运用的 这种体现方式随着历史是怎么变化的呢 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分的内容 权利的表现形式是怎样随着历史而变化的 权利诞生之后 在现实中会演变为各种复杂的形式 如果不加以分类研究 就无法比较权利的大小 也看不出来权利的发展脉络 而且 很可能还会漏掉一些重要而隐蔽的权利现象 因此 罗素按照历史的出现顺序 又把权利重点分为传统的 革命的 现代的三类 接下来 我们详细分析 首先说传统的权利 这里说的主要是 教权和王权 这两种传统权利都来自神兽 人们信仰神灵 服从神灵 自然就服从教权王权 现代社会除了极个别国家之外 世界范围内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教权和王权作为统治地位的国家了 但就在几百年前 欧洲的教会还代表着最高权力 而在东方基本上就是王权 也就是皇帝代表了最高权力 不论是教权还是王权 这种作为传统权利的习惯势力 总是把某些信仰 植入到群众的头脑里 大家不会怀疑 权力的天然合法性 因为群众的头脑里面 被植入了一个叫做 反抗式不道德的程序 中国的皇帝号称天子 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现在看来 这个不那么经得起 理性严格推敲的说法 却让教权王权存在了上千年 根据罗素的分析 这种传统的权力之所以能够持续 是因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可他们认为 接受国王和教皇的领导 是一种道德要求 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反抗 就是不道德的 比如在中国古代 如果造反 会被认为是不忠不孝 但是呢 这种道德上的束缚 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减弱 比如传统的宗教信仰 被科学慢慢地冲击 人们就会怀疑 教皇统治的合理性 民主自由的观念也慢慢产生 老百姓开始反对 国王的独裁统治 这样的新势力 就会要求改革传统的权力行事 具体来说就是革命 不过罗素强调说 早期的革命 不一定要是暴力的 他列举了宗教改革 还有美国独立的例子 他认为 这两个革命 因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因此没有采用大范围的暴力 但是罗素也说 在改革传统权力行事的过程中 有些革命是难以避免暴力的 我们总结起来 随着传统权力的衰落 革命会出现 而且往往伴随着比较多的暴力 所以我们能看到 很多现代国家都是通过革命 而建立起来的 比如美国等等 但在这之后呢 现代国家内部的政权 开始变得稳定 政权的更迭 也变得相对和平 这个时候 权力最核心的可能 就不再是王权和教权 而是一些现代权力 现代权力的内涵就丰富多了 比如经济权力 舆论权力 法律权力 组织的权力等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 复杂社会 罗素在权力论里 重点谈及了 经济权力和舆论权力 因为这是那个时代新兴的 还算比较隐蔽的权力 我们可以举个夸张的例子 在传统社会里 让一个人饿死 可能会采取 抢夺他的粮食的办法 或者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而在现代社会 只要让他变穷 身无分文 买不起粮食 或者负债累累就行了 这就是运用了经济权力 我们再举一个 经济权力相关的例子 在历史上 军事权力与经济权力 经常交锋 军事权力通常是 其他权力的来源 比如亚历山大所在的马其顿帝国 不如波斯帝国富有 但是亚历山大还是用军事 征服了这些国家 相反的例子也不少 有些国家 恰恰是因为经济实力 而获得了军事权力 像加太基 就是凭借超强的商业 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 希腊滨海城邦 而到了今天 经济权力与军事权力 已经密不可分了 我们可以看出 几千年来 权力的发展脉络 大体还是很清晰的 从简单到复杂 从单一到多元 文明的程度越高 权力形势就越繁复 之前还只有王权 教权 军事权力 政治权力等 可到了二十世纪 经济权力 舆论权力 以及社会生活里 各种微观权力 各行其事 人们逐渐就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网络 也就是说 随着社会发展 权力形势更丰富了 无处不在的控制 也随之加强了 按照罗素的预言 技术会不断发展 权力会无限增大 那么 无限增大的权力 是好还是坏呢 罗素是这样解释的 权力本身 无可厚非 从积极意义上 权力是组织社会 建立秩序 执行法律等 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消极意义上讲 权力是获取 不正当利益 维护暴政和专制 发动战争的工具 也就是说 你如果先有一个 良好的愿望 然后追求权力 把权力当成一个手段 去实现这个愿望 这当然很好 但是 如果你把权力 当成目的本身 沉迷于掌握权力的快感 这就有可能在政治等领域中 引发出灾难了 因此 权力虽然在相当程度上 推动了社会进步 但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 权力就会向洪水猛兽 让好人变坏 让一切进步 化为乌有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 本期的主要内容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首先分析了 权力论的创作背景 当时正是二战前夕 罗素写作此书 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分析战争等 各种人类社会活动的 主要根源所在 他最终认为 这个根源是权力 对权力的追求 导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并进而带动 整个社会的运转 然后 罗素分析了 在权力分配中 领袖和追随者 具体是如何产生的 领袖因为强烈的权力欲望 超乎寻常的自信心 以及善于操控 追随者情绪的能力 让他们更容易获得权力 而追随者 因为自身的弱小 会选择依附一个领袖 以获得二手权力和安全感 最后 罗素梳理了 权力的集中表现形态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 权力的具体表现 是不一样的 随着历史发展 权力分为传统权力 和现代权力 比如 教权王权属于传统权力 而经济权力 舆论等 则是现代权力 最后 我们再补充一点信息 那就是 本书虽然讨论了权力 以及各种权力组织 但这并不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著作 罗素没有严格按照 经典政治学的思路 来讨论权力问题 那什么是经典政治学呢 我简单解释一下 经典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有两类 一类是静态研究 研究对象是政府 国家 政体 政党 意识形态等 一类是动态研究 研究对象是选举 斗争 政治运动等 无论是静态研究 还是动态研究 经典政治学都侧重于 权力程序的合法性 而不太重视 人性角度的剖析 与传统思路截然不同 身为哲学家的罗素 没有把重点放在 政党选举 政府设置等合法性之类 却别出心裁的 对权力背后的人性 进行了深刻观察 从心理学 伦理学角度 重新阐释了 很多政治现象 这是本书的突出之处 同时 再加上轻松俏皮的文笔 甚至带有几分 英式幽默的风格 出版后 立即成了畅销书 好了 这就是本期音频的 全部内容 我先看下轻松俏皮的文笔 我先看下轻松俏皮的文笔 我先看下轻松俏皮的文笔